我们现前传统文化要复兴 至少也要三代以后 我们这代是做不到 为什么 谜的人太多了 对于身心 对于佛菩萨 没有信心 没有恭敬心 你看应光大师 在文朝里头 现在教导我们 提醒我们 一份沉浸 对一份利益 那没有沉浸 你什么利益都得不到 大摩不能说不是高人 真有智慧 真有修行 他在印度是第二十八代 从释迦牟尼佛传下来 那不是简单的人物 梁无敌不认识他 不知道那是真正有心 修行人 真正的高僧大德 让他到少林寺去面壁 没有人认识他 到九年才碰到一个会破 这是禅宗二组啊 这些故事 我想很多同学都知道 关键呢 就在沉浸 会可能成他 传他的法 什么原因 他对大摩祖师 我们可以说 万分公斤 那他就得万分利益 他开悟了 我们以后看会能打死 会能不认识自 没有念过书 乔夫出身 虽然在黄梅住了四八个月 没有经过禅堂 也没经过讲堂 任和尚分配他的工作 是做苦工啊 在队房里面呢 充迷破柴 干这个事情 干了八个月 指示传一波的时候 跟他做一次 长时间的谈话 半夜着急 我们估计顶多两个小时 两个小时 跟他讲金刚经大义 讲道应无所住 而生其心 他就大扯大悟了 提出报告 心得报告 无句话了 何其自信 本自亲近 本不生灭 本自居足 本无动摇 能生万法 无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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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必再说了 一步就给他了 而神秀跟无足多年啊 第一次当中的上手 为什么 没开悟 为什么没开悟 应光大师 应光大师讲的那句话 要记住 神秀 神秀对 神秀啊 所以我说 这个道理 不能够不懂 神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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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秀